看它會不會從紅的變綠的 這個確定是綠色的表示成功 綠色的閃電表示你的Smart已經連上網路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寫程式來控制它 那我們先到開發板控制的第一個開發板 然後把最長這個紫色的拉出來 然後我們的開發板不是馬克語 我們是比較新的叫什麼Smart 聽懂嗎 再來這個綠色的這個地方 你要填跟你把你開發板的編號填到這邊來 所以一樣點一下再按右鍵貼上 然後按Enter 這裡要這裡要一樣 接下來呢我們要利用這個程式控制來 來點亮一個LED燈 好 所以呢這個 LED燈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學習手冊 這個就是LED燈 然後它說 LED它有長短角紫分 它有兩根金屬 把它拿下來 看你要拿什麼顏色都可以 然後呢 比較長的那一根呢 就是高電位的 比較短的接在GND 比較長的接在2 這樣Mondy 比較長的接在GND 比較短的接在2 好 直接要轉的比較短的 嗯 對